财政部要发行7500亿的特别国债了 那这个特别国债到底是特别在哪里 普通人能不能去买呢 其实特别国债是对应的普通国债来说的 反正不管哪种国债 发行主体都是中央政府 具体执行的都是财政部 而普通国债咱们大家接触的机会就很多了 因为每年都会发行 而且规模又很大 利率多少也都很清楚 比如说光是今年到9月21号的时候 咱们国家就已经发行了6.23万亿元的国债了 再加上以往年份发行的 并且还存续的国债 目前总规模都有好几十万亿呢 大家想买普通国债其实也是很方便的 理论上呢 你带着身份证到银行柜台就可以操作了 但是呢 这个特别国债就有几个特点了 首先发行频次是很低的 而且发行的时间也不固定 一般是用来解决重大问题的 比如说我们国家之前只发行过三次 分别是在98年 07年还有2020年 98年那次什么情况呢 外部亚洲金融危机 内部国有的工农中介四大行资产质量严重恶化 按当时的说法 其实都已经是资不抵债了 所以呢 当时发行2700亿的特别国债 就是用来给这四大行注资书写的 把他们从破产的边缘给救回来 当然了 这个事的效果也是很显著的 现在的四大行 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盈利能力 都在全球排名非常的靠前 而2007年那次发特别国债 是因为中国加入WTO之后 咱们的外汇储备在飞速的增长 当年年底就达到了1.5万亿美元 那为了让这么大的一笔钱 能更好的保持增值 咱们就特别成立了中投公司 也就是我们的主权投资基金 那当时发行的国债规模是1.55万亿元人民币 用来向外汇局购买等额的外汇 作为中投公司的资本金 随后中投公司和它下面的子公司 就开始在全世界市场进行投资了 包括咱们A股2015年股灾的时候 出手就是的中央汇金公司 其实它也是中投公司的子公司 所以可以这么来理解 07年的那笔特别国债 在关键的时候 为了稳定A股市场 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而2020年那次发特别国债 则是因为疫情爆发了 所以国家就为此发行了 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 那顾名思义很好理解 就是用来防控疫情的 所以可以这么来理解 特别国债真的算是国家应对 各种突然和特殊情况的 一个压箱底的武器了 而这次发行的特别国债 规模总共是7500亿 其实是因为2007年那次 发的其中一笔特别国债 刚好今年12月份到期了 所以这一笔算是借心还旧了 那这个特别国债 咱普通人能不能去买呢 按照财政部的公告 不能 因为这次跟之前一样 是向有关银行定向发行的 而且呢目前这次发行的利率 等等细节都还没有公布 所以呢虽然很多人是有着 给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同时又赚点投资收益的想法的 但是这回的7500亿的特别国债发行 个人确实是有心无力了 但是也没有关系啊 除了特别国债之外 不是还有普通国债吗 大家也是可以参与的 因为毕竟都是在同一个资金池子里 大家认购普通国债多一点 那银行就能将手里的子弹多匀一点出来 认购特别国债了 这样来看的话 也算是间接的给国家做贡献了吧